原来雷锋塔竟然是用铜打造的 1924年 雷锋塔忽然坍塌 直到2002年 新雷锋塔使用彩铜作为外包的材料 给古塔穿上了一件五彩新铜衣 使得新雷锋塔在更具艺术观赏性的同时 更不易腐蚀 风化 能保存上千年而不坏 此前 这种彩色铜雕技艺 从未使用到建筑领域 因此也遭到了各界专家的一致反对 国家级非裔铜雕传承人 朱炳仁 对此进行了广泛调查和调研 用数十万字的科学论证 征服了一众专家 随后 在朱炳仁的主持下 峨眉山金顶 常州天宁宝塔等铜建筑相继诞生 建造的江南铜屋更是免费对外开放 每年都有数百万游客慕名而来 20年的记忆积累 终成中国铜建筑之父 但是朱炳仁在铜领域的成就 不仅在建筑领域 更是给铜历史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006年 朱炳仁发现高温下的铜 再流淌在地上时 会形成晶莹的铜珠 和姿态万千的融铜结晶体 于是 他以独特的艺术视角 开创了融铜现实主义新流派 让我们从青铜时代 走进了融铜时代 不仅如此 朱炳仁还解决了铜无法着色的局限 创造出全新彩绘的更彩 让古朴的铜更加流光溢彩 诸多作品 更是被国家博物馆 故宫 文化部等国内外各大机构收藏